吉安乡公所或花东基金补助款1800万元 还有地方质筹款900多万 3月11号举行的仁安部落聚会所的动工典礼 乡长有俗尊协同的各级民意代表 还有部落头目的人来全城其福 期盼工程顺利 不仅有助于凝聚族人共事促进文化传承 更可以打造部落和社区共融的示范空间 吉安乡公所或花东基金补助款1800万元 还有地方自首款920万 3月11号举行仁安部落聚会所动工典礼 乡长有俗尊协同各级民意代表 还有部落头目等人全城其福 期盼工程顺利 不仅凝聚族人共事促进文化传承 还打造部落和社区共融的示范空间 仁安部落聚会所是花莲吉安乡 第一座的文件之心的建设 未来要跟社区来共构文件站 以及部落聚会所和所有社区居民 来作为一个活动中心 协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 谢谢中央花东基金 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经费 倚注1800万 谢谢代表会跟县政府 来提供我们置地债筹 951万的智筹经费 我相信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 有了经费有了土地 才会有适性的建设 带来的是居民 整个来有效的高频率的使用 现在的人安部落聚会所 也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已经有文件站 未来要开启的健康站 可以用部落聚会所的 这样的一个风雨操场 带来的是 未来在这里乡亲热火 无分风雨跟球场 青年热火都会共构在这里 我们好期待它完成之后 带来的是地方最适性 最好的一个生活多元的使用之地 乡公所建设科长吴英玉表示 人安多功能部落聚会所 以现有活动中心前广场 重新配置 面积约有622平方公尺 规划多元使用的储藏室 停车空间 户外活动区 还有风雨球场 同时在建筑设计中 融合了文化图腾元素 凸显在地的文化意涵 乡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聚会所和人安活动中心 共融使用 提供民众运动休闲 课程学习 部落碎时记忆 还有引法文件站 长照据点等 要成为社区多元的 乐祸空间 介续会计划相报道 再继续会计划相报道 期待会计划相报道